各个人村发展的第三代无影的时候,出现了史上难得一见的盛会,几乎每个村子的领袖都是历代最强。 一,三代火影,三代火影外号是忍术博士,但也有人称它为最强的火影,在世人眼中,精通了所有忍术,每个属性都能发挥到极致的三代火影,是有史以来最强的。 虽然我们知道,实际上初代火影的综合实力比三代更强,但初代对忍术的理解远逊于三代,如果只论忍术层面,三代的确是历代忍术最强的火影。 二,三代风影,三代风影,学习使用磁盾后,选择了铁杀作为自己的武器,比起三代风影,后来的四代风影使用杀精,五代风影使用沙子,威力都不如铁杀,由于磁盾加铁杀的无敌组合,三代风影被誉为历代最强风影,就算失踪了也没人认为它会被打败,可惜的是它败在斥杀之险手上,疑是英明毁于一旦。 三,三代雷影,三代雷影,拥有最强的攻击和最强的防御,加上雷顿查克拉摩斯的速度,使得它成为体数最强的人者之一,除非阿凯巴门全开,否则没人体树伤能赢过它。 至今三代雷影也一直保持着最强雷影的称号,后来的四代和五代雷影都没有超越它的实力,毕竟三代是独自抵挡一万大军三天三夜的强者,这可不是随便谁都能做到的。 四,三代雷影,三代雷影大眼睦年纪很大,却依然活跃在战场上,对比一下三代雷影原飞,大眼睦的年龄比69岁的,原飞还大10岁,原飞却因为年龄原因,实力下降,最终被大蛇丸逼死。 掌握了陈队以后,大眼睦超越了二代雷影,综合实力成为最强雷影,并且将这种实力保持了几十年,直到名人成为七代火影后,三代雷影才终于因为年龄而退休。 三代水影,三代水影,可能是这一届谷影中最弱的一个,它不是历代最强水影,但我觉得案本本来是想把它设计成高手的,可惜不知是篇幅原因,还是出于其他考虑。 三代水影的相关设定,是五大忍村所有影集人这里最少的,我们对它一无所知,不过从它们带领雾银村,跟其他四个忍村抗衡,就能推测出它的实力不会弱于其他的四个影。 魔术狗系头条号签约做着更多精彩内容,请关注魔术狗微信公众号MOSHUGOU